立場新聞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身處在觀塘的APM 在早段時間觀塘APM在一樓、二樓、三樓、中庭位置 都有大批市民聚集在蘭哥位置唱歌 叫口號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表達訴求 剛剛較早一兩分鐘前 防暴警察就是我們現在畫面所見 在地下中庭的位置 應該相信有一至兩個小隊 防暴警察到場 有棋隊 還有全到裝備的防暴警察 頭盔各方面都有 而同一時間商場的大部分商戶就隨即下閘 包括Apple 所以大家可以走近一點點 我們看到蘋果裡面基本上是即時落閘 落閘到情況就變成了整個店裡 都仍然有大量的掛在裡面出不去 基本上現在是掛就出不去 防暴警察現在戴定了手套 有很多的防暴警察 就開始戴著手套 未知會不會在商場執法 包括不知道會不會是控告現場的人非法集結 還是說他們違反599G章的限聚令 各種不同的原因可以拘捕在場的人士 在過去的日子 暫時警方還未用大聲弓 或者麥克風去說 現場的人士干犯了些什麼問題 也沒有解釋到進入商場的原因 只是一個人士 就站在那裡 記者其實在那裡已經差不多站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一直以來 我舉個例子 純粹說地下這一層 大部分看到的商店 譬如Amani Apple 剛剛所說 Dior 或者其他不同的牌子 一直以來都是沒有關門的 直到警方 剛剛入場之後 所有的店鋪就隨即落閘 大家看到上面的樓層 都開始的店鋪已經即時落閘了 但是同一時間 上層的位置 都仍然有大量的人士聚集 現在看到三樓 三樓都有警員 已經開始看到 三樓的位置 都看到有大批防部警察 已經到場 相信應該就是經地鐵站 那個方向 有條長電梯就可以直上三樓 到三樓的位置 又驅散現場的人士 本來今天在多個地方 都有不同的示威 以及商場都有不同的活動 包括在 浩港城 剛剛在旺角東 Moco 不同的商場 草灣廣場 各個商場 都有大批市民聚集 而其中尖沙咀 都是一個比較多人的地方 所以警方今天都有大批的警力 在尖沙咀報課 暫時警方看到有些人在三樓 我們去...不去三樓 好,去三樓 我們現在馬上上三樓 看一看 而今天呢 母親節 母親節 本來就很多人 吃飯 逛街 而警察到場之後 很多商戶 就隨即 都要下閘了 現在警察到了二樓 我們過去 我看到有些店鋪都拘捕了 那些顧客 暫時都出不去 有些人當然更加處理不驚 繼續在裡面購買 警察罪集的小民族 你們現在警官的警告 要違反了香港法例 不敢敢自將 暴罪他們 立即殺他們 綁插我們警方 採採票控行動 那繼續 用五九個自將 最新的事 五九個自將 就是百人 先是違法 我們都不要跟警察太近 因為跟警察太近 如果有人扔 就有機會扔到自己 我們今天看到防暴警察 警察 警察 又沒有分駕 甚至於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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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直播畫面都看到 大部份的商店會即時落閘 即是說即時落閘 如果大家有經過APM都會知道 在警察進入商場前 一切商業活動 預算 吃飯的吃飯 店舖的繼續購物 直到警察進入場後 就即時拉完半閘 相信其實這件事 在各大商場都有機會出現這種情況 警員亦都戴備了胡椒球槍 圓盾 警棍 各方面不同的裝備 當然不少他們的口罩 其實早段時間 警方就一直在商場外 都有些戒備 但是對比其他區 例如尖沙咀 警力就不算多 是不算多的 因為其實都 大部份的警員 都在警車裡面 小量警員 就站在天橋位置 或者地下位置 那戒備 可能都中間時間會有些截查 但是就 記者現場還沒見到 因為一直都在商場裡面 大家看到現在警方 目測都已經過百名警員 6、7、10 接近一百名警員 然後到了APM商場 在地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一批 這裡一批 這裡有一批 然後我的身後 也有大批 再加上外面 加上暴房的警員 相信都過百名 那我過半天 還說警察 最近說 就是之前說 就說 殞應 近來小遊行 增多了 而有幾千的警力 幾千的警力裡面 一百名 絕對不算 特別多 但是對於 驅散商場的人士 算不算多 觀眾就自行判斷 大家看到 Apple Store 嘩 很多不同的店 裡面都仍然有人購物 正在購物 亦都不會知道 會不會警方離開了之後 商戶開回來 這個也是記者比較想知道 好 警方 就向著不同方向 離開 其實還有一個掃蕩 其實這裡也是 清走 驅散現場聚集的人士 但是大家看到 仍然在欄江位置 其實也有很多人聚集 以過去的商場和理性活動 警方有時都會直接票控現場的人 但是暫時似乎沒有這些舉動 但是暫時似乎還沒有這些舉動 不理會 罵警方的人 現場的事有很多 要逐個回應 都需要一段時間 Kochen joins to Kochen Lin K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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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這是 我從這個方向離開 對呀 師傅本身是打算搭升降機 但未知會不會轉去搭電梯 因為這裡有一條電梯 直達地鐵站那一層 直到地下 我們先跟一跟出去 回來的台人 我們先看她 抱歉 拼了 在北京 是一些來自廟的 好 今天房部警察下来 回去地铁站一层 那么跟着一跟着去 查一位记者记者证 问他哪一间媒体 有记者证 有干衣绝对不需要担心被警方查 看到警方又继续戒备了在 出口入口的位置商场 好了 那我们就走回商场了 看一看店铺的情况 原来警方是未走的 警方是未走的 刚刚跟了一批走的警员 所以这些户继续关闭 刚刚晚上的游戏 大鱼 小鱼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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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樓上 大家看到二樓的位置 其實就沒有警察 二樓三樓 所以市民就馬上聚在 罵人的外 也有叫口號 或者罵警察 似乎在商場裡面 暫時我們還沒看到 在商場裡面 有任何拘捕行動 也沒有票控 限聚令 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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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形 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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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試一下布爾香腥 友通知賽 剛剛的距離聲音,也很均勻 說多次了,我們現在在觀塘APM 大概一小時前 一個小時前,大概一個小時 再多一些 觀塘APM一直都有市民 就在這裡叫口號 還有唱《願榮光歸香港》一些示威反失去的歌曲 大概在半個小時前 進入防務警察 進入了商場 其實我想應該沒有半個小時那麼久 我有沒有記錄時間 可能三四個字左右 由多個入口進入了觀塘的APM商場 說現場的人士 違反了599GJAN的限聚令 限聚令上限由4人 放本至8人 說現場的人違反限聚令 有機會就會票控 有機會票控 分別在地下 1樓、2樓的樓層 驅散了些人 當然過程中 很多人其實都沒有被驅散 意思是警察有警察走 市民繼續在欄江的位置站 在過程中 警方就未見到有折茶 亦都未見到有票控的情況 剛剛的早段時間 警方又分批離開 最後一批離開的時候 現場的人士又報議 很大的響聲 以及一些拍手聲 目送警察離開 我們看看其中一條出入口 因為這裡其實就是 經御民坊 其中一條非常繁忙 很多人走的出入口 其實早段時間 在天橋位置 都有一些警察在駐守 而那個位置 亦都幾好 看到了 遇民坊附近一帶的警力 那也可以看到那些警察 到底是上了警車 還是還是 繼續在下面 那我準備好 那我很多人在那邊看 不知是否有事發生 在下面 是的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那我們看到警車 有幾輛警車就開始離開了 上了警車 有些防部警察上衝鋒車 以及警方的私家車 其實早段時間 都一直 其實幾輛的衝鋒車 都stand by 了 在巴士站的位置 而本身 天橋位置 都有警員 似乎現在連天橋的警員都離開了 正在一個地址站的位置 有少量的軍裝警 又站在那裡 對面有很多行家 那我們就選擇在這一邊看 大家看到 上車 都要走出去 因為都 警車又霸了巴士站 忘了 巴士站 用了巴士站 這條天橋很熱 很焗 站一會都出汗了 好 另外一邊呢 都是有些警車 看到有些警員 這批警員 不是穿防暴衣 即是沒有防火功能 普通的軍裝警 那些警員 那些警員 都在等著上車 那些 大家其實都看到 警員 今天大部份警員 都有帶到軍用級的那種豬嘴 防凍面罩 那些都可能相信 有機會 會出現一些比較嚴重的大規模的衝突 所以都帶定了豬嘴去腎 這麼多刀 那繼續佔了一條行車線 所以都 現場交通非常之煩惱 那些警員 那些警員 上車離開 那我們多留一會 因為呢 其實相傳裡面 都是叫口號而已 現在暫時都 就應該沒有特別情況發生 天文台說 對 好像快要下雨 那樣 今天天氣都很陰 其中一個原因是 都快要入夜 天陰陰 可能想下大雨 好 那如果這輛警車離開之後呢 咦 那這輛警車離開之後 就回到商場 那這輛警車 那些警車 那些警方應該逃走 我猜 警察來說 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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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問 你問我嗎? 哈哈哈哈 除了今天觀塘APM 其他不同的地方 今天都有些和理性的活動 包括在旺角的MOKO 草灣廣場 然後尖沙咀等地 都是一些比較多的市民聚集 太古城、太古廣場 各個地區 港島、九龍、新界 都有不同的活動 甚至乎大西北、屯門、元朗 都好像有人發起 但當然不是每個地區 都有很多很多人聚集 當然今天尖沙咀是最多 應該可以叫做 因為本身尖沙咀今天原定 有人就發起遊行 但就申請不到不反對通知書 但網上都仍然繼續呼籲 在沒有不反對通知書的下 都繼續呼籲人出來 所以在早段時間 其實都已經有大批的市民 在尖沙咀聚集 沒有去到尖沙咀 最後有去到不同其他地方 包括不同的商場 好,那我們再繞一繞去商場 看一看那些店舖情況 如果店舖情況沒有什麼特別 也沒有突發情況 我們就 待會就可以吃一吃了 其實大家看到 有些店舖又開發 有很多都沒有拉閘 當然 最需要看當然是看Apple Store 因為Apple Store比較大間 我看到Apple Store 還沒有開閘 對 還沒有開閘 大部分店舖 似乎 都 都還沒有開閘 相信 可能都要一段時間 才會再開閘 甚至乎 有機會 而過去的情況去看 有機會可能因為一下閘 公司都會直接下了命令 跟他們說 今天不開了 就直接今天就不營業 都會有些這樣的情況 還有SK2 Dior 不同的品牌 都 仍然是沒有開門 好啦 我們暫時 直播可能可以停一停了 剛剛就 放暴警察大約半個小時前 就進入了 觀塘APM 進行了一輪的驅散 暫時未見到 有人被票控 也沒有見到 有人被擠查 被捕 都是沒有的 只是說 現場人士違反599G張 要作出 拘捕 票控 有機會作出 票控拘捕 最後 沒有的 警方進入了地下 一樓、二樓、三樓的位置 做驅散 驅散了一輪 最後都離開了 在大批市民 報以虛聲的情況下 就離開 暫時大部份的警力 都離開了 甚至乎警車離開 少量的警察 就仍然在地鐵站位置 那裏就在戒備 暫時 觀塘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立場新聞》 繼續會在其他地方 都會有不同的直播 我們這裡關了 都可以繼續看其他地區不同的直播 請大家繼續 關注我們《立場新聞》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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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警察 喝wur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